我倦送祢 我倦送祢 绝对祢明早不完美 祢的荣耀充满全面 可等我美 永远绝对 祢的荣耀充满全面 这次预知里面我们谈到神的新年的开始 在这些日子里面我们讲到神希年的开始 已经讲了三个礼拜了 已经讲了三个礼拜 当然其实这个题目很大 没有办法讲完 当然这个题目很大 没有办法讲完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讲下去 你们可能会有一点觉得 脱节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我怕你们会有感觉到脱节 你们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有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你们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有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神迹歧视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 神迹歧视有没有发生在你们身上 可能看你们的样子 可能看你们的样子 觉得还没有什么特别 可能看你们的样子 就知道你们觉得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今天要谈到 怎么能够真的接得过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那个灵 所以今天想讲 怎样可以在这个时代接到这个灵 接到这一类的福气 接到这一类的福气 不然我们听到就是好像是不关我的事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们听着这个灵子都不关我事 是关我们的事的 是关我们的事的 因为这就是现在是耶尔华日子 因为现在是耶尔华日子 我每天都有很奇妙的神迹 我每一天都有很奇妙的神迹 真的每一天 我就讲这个礼拜吧 我们只是讲这个礼拜 我们只是讲这个礼拜 我的那个水衣机 那个干衣机 就有一个故障 我们的干衣机就开始坏 然后有些东西塞进那个测液里面 塞进那个测液里面 所以整个干衣机就烧掉了 又有些东西塞进那个测液里面 就把整部机烧掉了 祷告 祷告 立刻好 立刻好 两分 两秒钟 两秒钟 祷告完之后 一看一个人就好 起完好之后 两秒钟开一部机就没事了 是确定坏的 是确实坏的 开来开去 开来开去 都不会走的 因为已经那个飞气 那个车烧了 是烧掉 本来开的时候 它都不着 因为那个车车已经烧掉了 我的太太也在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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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祷告完一按 后面 那个飞滚里面 就把所有的 塞进这些物的东西都喷出来 其完好之后 它后面那条管 就把塞进去的物就喷出来 又好了 那就好了 你知道轮胎呢 我们已经讲到很久要换了 然后我们的车轮胎 用了很久是应该要换的了 但是也没有时间去换 也没有这个 这些钱很贵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也都没有这个钱 祷告 祷告 轮胎的东西慢慢涨起来 轮胎的牙 开始慢慢涨出来 现在如果你看我的轮胎 是跟新的一样 现在你看看我的轮胎 好像新的一样 我母亲昨天 昨天 昨天我母亲 那个车子也很麻烦 她的车也很麻烦 可能需要那个head gasket坏了 需要三千块钱以上 head gasket坏了 可能要换要三千元 我母亲就很慌张 因为她说我没有这个钱给 我母亲就很害怕 就说我没有这一笔钱 她打电话去问那个收车的 有多少钱 他们都不愿意跟他讲 要跟我讲 然后母亲就打电话去收车 那里就问她 其实整要多少钱 但是他们都不敢跟她说 因为太贵了 因为太贵了 问题太贵了 所以然后呢 那个人就跟我讲 然后整车的那个人就跟我讲 她说我很不好意思告诉你 你的车子真的坏了 那个head gasket问题是三千块钱以上 我们以前通过 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讲 你这部车真的很大问题 要整要三千元 但是还是值得的 因为你的车子呢 值得一万块钱的 三千块钱买不到你的车子 但是母亲的车是 价值一万元 你三千元是值得整的 如果你不整 这个车子就没有用了 如果你不整 你的车被你整整了 就不值了 你知道head gasket就是那个 那个 engine的上面那个 gasket 就坏了那个部分 在engine上面那个pass 我就告诉她 她说换那个什么 换一点点的东西 我就说 我知道它没有问题的 然后她就说要换一些东西 但是我就 我告诉她 你换一点点东西 但是我知道没有问题 我就跟她说 你换一点点东西 就会没有问题的了 然后我告诉母亲 祷告没有问题 我和母亲说 我祷告没有问题 所以她 那个人弄了一天 然后那个人就整了一天 昨天我母亲拿了车子 昨天去拿车 没有问题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她说 她也不太相信 她说下个礼拜再来 要再检验一下 但是整车那个人都不太相信 就说你下个星期 你下个星期再拿回来 再出一次 我可以告诉母亲 没有问题的 但我就和母亲说 真的没有问题了 神说没有问题 神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礼拜去 寒冰那里治病 我们这个礼拜去 和寒冰姊妹祈祷医病 我们去的时候 一个祷告非常好 我们去第一次祷告非常好 然后她的身体又有一点问题 但是她身体又有一点问题 我们再去第二次去的时候 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 知道里面还有一种的 有一种的 我们一为她祷告 就感觉到有一个好像 冷气机在底下吹上来 我们第二次和她祷告的时候 就感觉到好像有一个冷气机 在下面吹上来 我知道这个是血 一种的血的东西在底下 底下没有冷气机 底下没有冷气机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种邪气 她的腿也不冷 她的腿也不冷 但是我按手的 底下好像有一个冷风 不断地吹 但是我们按手的时候 就感觉到一阵阵的冷风吹上来 所以我们知道 属灵里面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属灵里面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为她祷告 然后我们为她祷告 就知道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再进入她的身体 就知道 没有东西可以再从她的身体进来 当然我们后来知道 什么东西还在攻击她 后来我们知道 是什么东西来攻击她 然后呢 她要去见那个 她要动手术 就是那个KIMO的手术 要开一个洞在这里 开一个洞在这里 让那个KIMO很容易进去她的心脏 然后她本来有一个手术 是要把管车直接插入心中 将她有很好的化疗 就是礼拜五 就是礼拜五 因为普通打进去的化疗 然后呢 经过这个维斯血管 会很伤身体 因为如果就这样 普通化疗 她将药打进去微思血管 是很伤身体的 并且她会很疼 并且她会很疼 很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 所以她要开一个 动在这里的一条管 那个化疗的药 打进那个心脏 心脏里面有很多血 就可以流到全身 DILUTE 那个KIMO 就叫那个KIMO没有那么重 是吧 因为心里面有很多血 是吧 他们就本来想直接在 插条管的心脏里面 直接打药进去 透过一些血液 可以稀化一些药 就等身体没那么伤 所以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去为她祷告 上来礼拜四去为她祷告 我们看见 我们第二次的祷告 从最后第三次的祷告的时候 已经她的病情没有恶化 我们从第二次去到第三次祷告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她的病情 已经无再恶化 她的肚子里面的水 立刻停止再加增 因为她的内脏已经坏了 所以她的腿 那个水会不断地加增 而因为她的内脏开始衰竭 而她开始积水在肚子里面 但是那些水已经没有再增加 其实身体已经OK了 其实身体已经OK了 那天我们跟她祷告 现在我们再跟她祷告 我说明天你不会有事情 我说明天你不会再有什么特别事情 不会有事情 不会再有事情 化疗之后 也不会痛 也不会痛 也不会掉头发 也不会脱头发 你身体越来越好 身体会越来越好 没有任何化疗的副作用 没有任何化疗留下的副作用 哪一次我们的祷告 真的感觉到那个灵很强 我们那一次的祷告 真的感觉到灵非常强 我们非常有信心告诉她 我们非常有信心地告诉她 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跟她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去吧 明天就去吧 这个我也很难解释给你们看 这个我也很难完全解释给你们听 以前我们都祷告有人得医治 以前我们都是有祷告被人得医治 但现在我们的祷告是一种很肯定的 就是好像说有没有这个桌子 我都知道可以说很肯定 所以有这个桌子 但我们现在的祷告是一个很肯定的 是好像你问我有没有这张桌子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说有这张桌子 你问这里有没有一个桌子 我说没有桌子 这里没有东西 我和你说这里没有东西 是哪样子的感觉 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当然他们听起来也很有信心 所以他们听起来也很有信心 他们也很有信心 所以昨天她回报我 礼拜五她说医生都没有开这个洞 昨天她跟我说星期五 医生都没有跟我插这一条管 因为礼拜四我们跟她祷告说 我觉得你不需要插这个管 因为你不会有很多的抗抗 很多次的抗抗 因为我们礼拜四跟她说 其实你不需要插这一条管 因为你不需要插这一条管 因为你不需要做很多次的化疗 所以医生真的没有给她开管 所以最后医生真的没有跟她插这条管 就直接打化疗进去杀身体 就直接打化疗针进去 但是她没有辛苦 但是做完化疗之后她没有觉得辛苦 他们很高兴地写那个来信 她很高兴地来信给我 她吃了很好的午餐 晚上也吃了很好的晚餐 睡得也很好 她有胃口吃一餐好的午餐 吃一餐好的晚餐 还可以睡得好 她完全好像没有问题 有没有呕吐 就没有呕是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呕吐的 应该疼的 因为做化疗应该呕应该疼 但她完全没有 她说正如你们所讲的 她就说这个正如你们所讲的 然后礼拜五我们还敢去 这个Jennifer 我们Martin弟兄的太太 然后礼拜五也趕来去看Jennifer 就是我们Martin弟兄的太太 她呢 又是critical 她在直径时 她也都入了急症室 就是她的肠里面有些 东西可能是癌症等等东西 又很疼得不得了 就是她的肠肠突然痛得不得了 她们觉得可能是癌症 医生就要试验 试试之后就要给她开刀 然后医生就想和她做化验 就想和她开刀 是可以死人的 是可以死人的 但是也可能没有事情 但是有可能是很大事情 可能没有问题 但可能也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聊天就趕去 跟韩兵谈完就趕去 所以我们跟韩兵谈完 就立刻趕去 不是礼拜五 是礼拜四 礼拜四 因为我们趕去的时候 就跟她说 我一挖住她的手 我立刻知道 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一看到她抓住她的手 就知道她发生的所有事情 其实我知道她的病是什么原因来的 其实我知道她的病是什么原因而来 因为她做错了一件事情 因为她做错了一件事情 本来我就告诉她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这个做神不喜悦 所以你病 本来我想跟你说 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 神不喜悦 所以得了你这个 但是当我一偷着她的手的时候 但我一押着她的手的时候 我已经在灵里面看见她的丈夫 已经跟她谈过这个事情 我已经在灵里面见到她丈夫 已经跟她说了这件事情 并且她已经顺服下来 并且她已经顺服下来 改变她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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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立刻就说 神要医治你 所以我就立刻跟她说 神一定医治你 哪一次的祷告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三个人 我们那次三个人跟她祷告 就知道非常有办法 我说你就很快 明天就离开医院 我们跟她说你明天就可以离开医院 从现在到明天一点疼痛都没有 从今天到明天 你就一点都不会再疼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明天离开了医院 明天你离开医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要比以前的Jennifer 以前的Jennifer很多问题 要比以前旧的Jennifer 她本来有很多问题 更加健康 出来的时候更加健康 我们通通都感觉到 Powers of life 就是生命的能力这样流过去 我们大家都感觉到 这个生命的能力流到她那里 很奇妙 非常奇妙 我有很多次见证 我们有很多这些的见证 还有几个更大的神迹 还有几个更大的神迹 但是不是治病的神迹 但是不是治病的神迹 其实今天我们不是要谈神迹 但我们今天不是要讲神迹 我讲了一大堆的神迹 告诉你 我跟你讲了一大堆的神迹 我其实有一个神迹要跟你们谈 就是只有一个神迹要跟你们讲 就是礼拜五的晚餐 就是礼拜五晚餐 我知道有一个病人身上的毒 是很邪的毒 我知道有一个病人身上的毒 是非常的邪 我知道神也告诉我 不要医治它 因为我们的医治方法很特别 因为我们的医治方法非常特别 我相信是暂时如此 我相信是暂时 暂时不会如此 但是将来不是这样 就是Wayne呢 就是把这个灵推出去的 把他的那个就是 the purge 就是什么 排出去 他安守在你身上 把你的病毒排出去 就是当我为他们祈祷的时候 就把他们的病排出去 我呢 到周年的时候 基本上呢 是吸着你身上 身体上所有的毒 毒过来 然后牧师祈祷呢 就是将他身上的毒吸过来 然后如果我试到之后 然后牧师吸了之后 我当然自己也可以排出去 当然自己可以排出去 因为我身上没有病的 没有病可以 所以在一年多里面呢 没有一个病可以在我身上 不被我排出去 因为在这一年多以来 没有什么的病 是从我身上 不可以排出去 然后呢 Christos呢 他的负责 要把这个人的灵 生命 连在主身上 然后Christos姐妹的祈祷 就是将这个人的生命 连上去与主一切 让他得着从上边来的生命滋润 让他得着从天上而来的生命滋润 这个就是 神告诉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是暂时的 是暂时的 将来不会这么麻烦的 将来不会这么麻烦的 但是我们 累世不先 就是真的是每一次都很成功 但是我们这样去祈祷 每一次都成功 所以我们也帮了耶弟兄祷告 我们也帮我们业弟兄祈祷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你的癌症会越来越好 这是一定会好 你的癌症一定会好的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这三个人的祈祷 是神给我们一个 暂时性的一种方法 我们这三个人一起的祈祷 是神给我们暂时的方法 但是礼拜五那一个人 神说 我不要你去吸收他的病毒 因为这个病毒 是我不会让你排出去的 但是礼拜五晚那个病人 神跟我说 我不希望你去吸收这个毒 因为这个毒 我不会让你排出去的 但是我里面对他很有怜悯 但是我心对这个病人很有怜悯 所以还是失去 我还是仍然吸过来 然后吸去之后 这里的肩膀疼得不得了 吸过来之后 我的肩膀疼得不得了 这个肩膀就是我以前不断有的 我母亲也知道 十几年就是这个问题 我肩膀疼这个问题是十几年来一直都有 但是这一年多来都没有疼过一次 但是这一年来都没有疼过一次 但是哪天晚上就很疼 但是那晚就疼得非常疼 疼到一个地步是睡不着 疼到一个地步是我睡不着 我早上的时候呢 早上的时候 我躺在那里 基本上冬都不可以冬 我躺在床上根本是动都不动 然后我要打手机都打不了 我甚至用手机 我要用电话去发信息出去都打不了 因为我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不可以做那个动作 所以我就跟太太说 然后我就跟太太说 太太说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太太就问我 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我说应该要去医院吧 我就想应该要去医院 但是还没有去之前 但是还没有去医院 因为我排不到这个 我排不出这个毒 因为我排不到这个毒 我就叫我太太 你可不可以帮我 试一试这个地方 就是吸一吸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问太太 你可不可以帮我吸一吸 我手腕的地方 这两边 这个通常是我这样子排出去的 因为我通常排毒 是这样排出去的 但是哪一天呢 这里疼呢 这里也疼 但是那天我肩头痛 两个手腕都痛 所以妻子就帮了我 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太太就帮了我 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立刻排出去 然后就立刻排出去 所以通了这两个位 就是手腕痛那两个位 立刻排出去 那个肩头的痛 立刻排出去 然后我们就去运动 然后我两个就去运动 然后我两个就去运动 我还需要去举一些重 猜猜是OK 去去举重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OK 这个是很神迹的 这个是非常神迹的 这个是非常神迹的 你们因为不知道我的身体怎么样 所以你们以为我是在心里吧 你们可能觉得 你们不是太明白我的身体 所以你觉得 这个可能是你的心理作用吧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疼是我很熟悉的疼 但是我肩头的疼 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疼 我已经在一个晚上牌都排不出来 我用一个晚上牌都排不出来 但是当太太跟我 一帮我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 但是我太太一帮我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做到 丢前面你知道为什么 带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的圣经 马太福音十八章 这个就是我们要读的圣经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十八节 十八节 很好记字吗 好好记是不是 十八十八 十八十八 中国人应该很容易记这个号码 第一个是福音书 马太福音十八十八 第一个福音书 马太福音十八十八 你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九十九是什么 你知道马太福音十九十九是什么 我通常都讲记圣经的 我通常都是这样记圣经的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就是爱人而己 爱你的轮舍 但是马太福音十八十八 但是马太福音十八十八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称传 这句说话是基督徒很喜欢的 这句说话是基督徒非常喜欢的 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认为这句说话是行不通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认为这句说话是行不通的 是吗 是吗 用你一生来证明 用你一生来证明 这句说话是不是一定行得通 这句说话是不是一定行得通 两个人无论求什么 两个人无论求什么 同心合一的求 同心合一的求 天上的父一定为他成仇 天上的父一定为你成仇 我们都不试过多少次两个人 我们都不知试过多少次两个人 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同心合一都求不到什么东西 同心合一都求不到什么 都记得吗 以前我们在王伟成牧师那个 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王伟成牧师 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跟王伟成牧师一起的教会 几十人求 每个早上求 每一个早上都求 求神给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神迹 求神给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神迹 都没有 都没有看见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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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个是讲讲吧 所以我们心里觉得这句说话说一下 其实弟兄姊妹 但其实带兄姊妹 这句说话是真实的 这句说话是真实的 你叫条件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条件是什么 我们就说可能条件是一定要神的旨意 我们说的条件是否一定要是神的旨意呢 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 他应该讲如果你们求什么是我的旨意 我就为你成就 但如果是神的旨意 这里应该是说如果你们祈求是我的旨意 我就为你们成就 不是因为神的旨意 是不是神的旨意 但是不是什么神的旨意 而是在乎你能不能够真的所谓的同心合一 在讲到这个一灵 而是说到你们是否真的可以同心合一 是说到一灵 就是灵里面是合一的 是说到灵里面的合一 好像我们三个人呢 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很有能力 是好像说到我们三个人 你统布这么有能力 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灵是一个灵 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灵是一个灵 就是好像我们在约翰福音17章 就好像约翰福音第17章 是吗?22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以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一为一 向我们合一为一 第22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以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一为一 使我们合一为一 就是我们合一 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好像什么的合一 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好像什么的合一 所以好像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 就好像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 是不是很一 是不是很一 一到不得了 一到不得了 一到就是一灵 一到一灵 圣父圣子圣灵的一是非常的一 圣父圣子圣灵的一是非常一 不是随便的一 不是随便的一 是完全是一个灵的一 而是完全一个灵的一 所以如果在地上有这样子的人 所以如果在地上有这样子的人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 就真的可以叫很多事情发生 就真的可以叫很多事情发生 并且当我们都是一灵的时候 并且当我们都是一灵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的都是祂的心理 我们所祷告的都是祂的心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样子一灵的同时 也与祂成为一灵 因为我们一起一灵的同时 我们都是与神一灵 你明白这个原理吗 你明白这个原理吗 你知道巴比塔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巴比塔是怎么来的吗 那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那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他们有很多人追起来 我们一同建造一个塔 他们很多人聚集 一来就说一起建这个塔 建造到一个地步 可以表扬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要见到一个地步 是可以表扬我们自己的 很高的塔 非常高的塔 那个天上的神 耶和华就在天上 就是耶和华就在天上 有些人在地上 他们很同心地在做这个事情 就说到 这个地上这班人 非常同心地做这件事 如果他们继续怎样 你同心下去以后 就没有意见他们做不了的事了 如果他们这班人 一直同心下去 他们就没有在地上 没有一件事他们不可以做 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就有什么事情发生 神就下去 把他们辩论他们的口音 他们就没办法讲话 神就下去 将这班人的说话辩论 辩论他们的口音 他们就分散各地了 然后他们就分散各地 所以讲话都不一样了 就怎么同心呢 是吗 因为他们讲话都不一样 怎么同心呢 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 你也不知道我讲什么 所以你看见同心了 所以你看见同心 第一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好的了解 第一就是需要大家一个很好的了解 就是我们的口音之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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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讲到的是属灵的口音 你知道旧约就是这个影儿 新约才是那个实体 你知道旧约是一个影儿 新约才是一个真实 所以今天在基督教里面 大家都讲广东话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讲广东话 或者普通话 但是并不表示口音之一样 但是并表示口音是一样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灵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灵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地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地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神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神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鬼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灵的 有些人讲话是属灵的 他们两个的属灵口音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们那两位的属灵口音是不一样的 但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什么 但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什么 在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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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之歧视随着他们 有神之歧视随着他们 下面哪一句是什么 下一句是怎样 能说新的方言 能说新的方言 我们都想到我们都可以讲方言 我们都想到我们可以讲方言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不是那么简单 他只讲到他们在新的人 真的the true believer 但是他们讲的是在信的人 不是他们讲的是主 主讲道 主讲道在信的人 他们的口音是一样的 他们的口音是一样的 他们的口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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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new tongue 在新的方言里面是一灵的 这个新的方言是一灵的 这句说话比较深一点 不知道你们接不接得过来 这句说话比较深一点 不知道你们接不接得过来 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大家讲方言是一样的 但兄姐妹不是我们一讲方言就是一样 而是我们的方言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生命 要达到这个一灵 然后我们讲的方言 我们的生命是要达到一灵 当你达到这个一灵的时候 当你达到这个一灵的时候 神主其实是随着你的 神其实是随着你的 你的身体好到一个地步 你的身体好到一个地步 有什么毒都可以排走的 有什么毒你都可以排出去 主耶穌不是这样说吗 主耶穌不是这样说吗 併且生命能力大到一个地步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他就没有说祷告 他没说祷告 不是手按病人祷告就好了 不是你手按病人祷告就好了 就是手按病人就好了 而是说如果你手按病人就好了 就是生命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 把我按了什么什么生命就起来 而是你生命能力大到那个地步 你手按什么 生命就流过去 并且这个不是神迹 并且这个不是神迹 不是神迹 因为前面讲到 新的人有神迹 其实是随着他们 因为前面那些人有神迹 其实随着他们 如果这些是神迹 就是通通都是神迹 如果这些是神迹 那所有的加盟都是神迹 这里讲到是一个生命的大难 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大难 这是保罗所说的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无从生命的大能 这个就是保罗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无穷生命的大能 在我们里面运行 在我们里面运行 但这个能力怎么能够发动出来 但这个能力怎样发动出来 相连 要相连 相连 相连 弟兄姐妹 我们好好地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迹 但兄姐妹 我们好好地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迹 我们讲一家人不是讲讲而已 我们讲的一家人不是只是讲下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 经济很困难 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是经济有问题的 我们教会要全力地支持他 我们教会全力地支持他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中有些有病的 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病的 我们是同性合一地为他祷告 我们是同心合一地为他祷告 你记着有病的时候是不是会求神 你自己有病的时候不是会求神 你要把弟兄姐妹的病当成你自己的病 你要当弟兄姐妹的病当成你自己的病 这个就是我跟主在礼拜五所讲的 如果这个问题就在我自己身上 如果这个问题在我自己身上 我一定会求你把它医治他 我一定会求你将它医治好 所以虽然现在这个问题不是在我的身上 我也会冒他的险 为他冒险 也都会为他冒险 就算我排不出这个毒 就算我排不到这个毒 我都要试一试 我都要试一试 就算你告诉我不要这样做 就算你跟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也要试一试 我也都要去试一试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爱我的弟兄 因为我爱我的弟兄 我在灵里面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人 所以我觉得 那个决定虽然好像愚蠢一点 那个决定好像很蠢 Against God's will 好像是与神的知义相反 他其实没有真的与他的心相反 但是真的没有与他的心相反 你知道什么是怜悯 你知道什么是怜悯 怜悯是你释出怜悯的时候很疼很疼的 是你释出怜悯的时候是非常疼非常疼 有很大的代价 有很大的代价 不是我口袋里面有很多钱 不是我袋里面有很多钱 看见那个膝盖给他几块 看见那个乞丐给他几块 一点都没有问题 一点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有很多钱 因为我有很多钱 怜悯是十字架 怜悯是十字架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痛得不得了 痛得不得了 世界上没有另外的疼 会好像十字架相比 世界上没有什么的痛 是可以与十字架相比的 疼 痛 他受 他受 但是医治 但是医治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什么 死是他的 死是他的 生是我们的 生是我们的 这个是怜悯的高峰 这个是怜悯的高峰 我们要彼此要怜悯 彼此担当个人的担子 彼此担当个人的担子 这个是一灵的第一步 这个是一灵的第一步 我们进入属灵境界 我们进入属灵境界 什么是属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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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灵境界就是一个 超自然的运行的境界 属灵境界就是一个超自然运行的境界 我们所讲的属灵境界也是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属灵境界有很多的层次 所以这个属灵境界有很多的层次 最高的层次当然是与主联合 最高的层次当然是与主联合 但是不单止与主联合 但是不单止与主联合 也是与众弟兄姐妹联合 也都是与众弟兄姐妹联合 成为这个一灵 成为这个一灵 当基督教达到这个一灵的时候 当基督教达到这个一灵的时候 所有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祝福就运行 所有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祝福都运行 弟兄姐妹 如果你觉得我的恩赐不够多 所以第一次回忆 你觉得我的恩赐不够多 不要太担心 不要太担心 要与有恩赐的人成为一灵 要与有恩赐的人成为一灵 我们大家一同成为一灵 因为当我们真的同心不是讲道 我跟你同心这个讲讲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正的同心 而不是只是讲讲 那是真的在一灵的时候 而是真的在一灵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你看巴别塔 你看巴别塔 这些世界上的人 其实世界上的人 不属神的人 他们的合一 他们的合一 都会能够达到 叫他们没有不成不了的事 都可以叫他们达成 更何况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更何况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更何况是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稣所讲的 叫他们合一为一 好像我与你合一为一 更何况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到 你叫他们合一为一 你叫他们合一为一 正我们合一为一 在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 当然我们要追求 当然我们要追求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爱主 我们要奉献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在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 我们要切力进入在灵里面的合一 我们要迫切地进入灵里面的合一 我们讲话是同一个口音 我们讲说话是同一个口音 我们讲的是新方言 我们讲的是新方言 在基督里面的方言 在基督里面的方言 在圣灵里面的方言 在圣灵里面的方言 是一个合一的方言 是一个口音相同的 是一个口音相同的 同心合一的 同心合意的 属灵的言语 Hallelujah 有很多好事情会发生 我不愿意你错过 不愿意你只坐在那里听 我不愿意你只坐在那里听 所以小小在今天最好 燕灵在这里最好 很多时候你不来的来不了 有些时候你来不了 我们众弟兄姐妹要为他 能够来聚会同心合意的祷告 我们众大兄姊妹要为燕灵姐妹 能够星期日来聚会的儿童 这个来不了聚会不是他的问题 来不了聚会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如果你来不了聚会 如果你来不了聚会 你会很紧张是吗 你会很紧张是吗 所以现在你们应该很紧张 所以你们应该很紧张 因为他来不了聚会 因为他来不了聚会 就等于你来不了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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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就算你晚上分家的时候 你都会祖阿秋里开路 你都会祈求你开路 叫燕灵能够来聚会 叫我们的燕灵姐妹能够来聚会 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 难成的是我们 难成的是我们 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一灵 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一灵 我们要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赶上圣灵的脚步 我们要在这个生日时代 赶上圣灵的脚步 有很多圣经今天我讲不了 有很多圣经我今天都讲不完 但是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但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听清楚 两个人在地上无论求 同心合一的无论求什么 两个人在地上 如果同心合一求什么 无论求什么 无论求什么 天上的福都会为他成就 这一句说话 这一句说话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在一灵的里面 在一灵的里面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不在一灵的里面 不是在一灵的里面 你发动不出来 你发动不了这个能力出来 所以一灵 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放下你自己 放下你自己 别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 我们要附近 在家里面 我们要付上我们一份 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付出我们的一份 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感觉看得那么重要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入一灵 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一零 我们要多一点的祷告 我们要多一点的祷告 常常祷告 平常想起就祷告 平时想起就祷告 如果你有一个疼 如果你有一个身体的疼 你是不是每一次一疼就会祷告 你是不是每一次痛就会立即祷告 但是如果现在这个疼不是在你的身上 在其他人的身上 但如果现在这个疼不是在你的身上 而是在我弟兄的身上 所以他疼的时候我感觉不了 你说他疼的时候我感觉不到 所以我不会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把其他人的疼放在自己的身上 把其他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身上 把其他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的身上 其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身上 其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身上 可能有些人很需要钱 可能有些人很需要钱 但是我不是很需要钱 但是我一想到 但是我一想到 主啊求你为这个人开路 我就祷告主啊求你为这个人开路 我们要怎样去祷告 好像为自己祷告一样 我们要这样祷告好像为自己祷告一样 因为实在上我们是一体 我们实在上是一体的 我们实在上是一体的 这个要属灵里面的那个 悟性要改过来就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要我们属灵里面的悟性 改过来就会做得到 很多时候人不会常常祷告 很多时候人不会常常祷告 因为他最紧张的就是自己的事 就是没有事就没有怎么祷告 自己没有什么事就不需要祷告 是吗 如果自己有病有怎样自己 这样我会常常祷告 因为如果自己有病 有什么事情就会整天祷告 今天我们是一体的 但是第一节目我们是一体的 你要把其他人的疼 你要把其他人的痛 其他人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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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的需要 其他人的需要 告诉自己 和自己说 这个不是单单是他的事 这个不是单单他的事 所以叶弟兄你现在还在这个癌症里面在复原 所以我们叶弟兄你虽然现在还在癌症里面复原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个问题 你说我没有啊 你说我没有啊 叶弟兄有就是你有了 但是叶弟兄有就是你有 所以你有空想起的时候 所以当你有时间想起的时候 你就立刻祷告在神面前 主啊求你医治叶弟兄的病 你要祷告到好像是你自己在病 你要祷告到好像是自己的病 祷告到一个地步 这个癌症不是在他的身上 而是在你的身上 祷告到一个地步 这个癌症不是在他的身上 而是在你的身上 你懂得怎样祷告吗 你是不是这样祷告啊 不是很简单 不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不习惯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不习惯这个做法 你病你是你病 关我没有那么关我的事 你病是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意念 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一例 如果他身体不舒服 如果我身体不舒服 就等于是我不舒服 就等于牧师身体不舒服 如果我身体不舒服 如果牧师身体不舒服 就等于他的身体不舒服 就等于他的身体不舒服 我们一同在这个一例里面 我们一同在这个一例里面 要求神把这个毒 这个病出去 将这个毒 这个病排出去 开启的时候不简单 开启的时候不简单 慢慢做 慢慢做 就算你身体没有病毒 排出去 但是有人在你的教会里面 有病毒要排出去 但是有一个人在你教会里面 要将这个毒排出去 所以你心念一动 所以你心念一动 排出去 排出去 in the name of Jesus 出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排出去 要把所有的人 堪称为一个身体 要将所有的人 托起来一个身体 你就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 你就在这个一个身体的里面 所以身体里面有阴和的病 所以身体里面有任何的病 全身一同地把它排出去 全身一同地将它排出去 我们要看见HG4是一个没有病的教会 我要看见我们圣徒之间是没有病的 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你现在看见在教会里面 所有以前很病的人 现在都不是没有什么病 你看见以前教会很病的 现在都没有什么病 当然 有时候有一点病 是可以的 人生都是有病的 当然 有时候有一小小的病是可以的 人生是有病的 但是不是要病到要你死的那种病 但是不要病到要你死的那种 病到你很痛苦的那种病 病到你很痛苦的那种病 如果哪一种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如果那种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只要一个人有 只要一个人有 就等于全体有 就等于全体都有 我们全体都在这个祷告的灵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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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将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排出去 讲了那么多篇 你们记得明白我要讲的是吗 讲了那么多次 你们都明白我所讲的 什么是属灵 什么是属灵 属灵不是一个人的事 属灵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一群人的事 是一困人的事 罗马书第八章 说现在的世界是等着什么 说这个世界等着什么 神的宗旨显现 是等着神宗旨的显然 如果等着我一个人属灵 如果等着我一个人属灵 还好办 这样就很简单 我追求我要属灵 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属灵 但是我一个人多属灵都没有用的 但是我一个人多属灵都没有用的 因为我不是宗旨的显现 因为我不是宗旨的显然 所以仇敌怕的是什么 所以仇敌怕的是什么 在这个神希年的时候 在这个神希年的时候 他不是怕一个很属灵的人在哪里走 他不是怕一个很属灵的在那里走 但是他很怕一个属灵的教会 但是他怕一个属灵的教会 这个教会里面 没有可能每个人都那么属灵 在这个教会里面 没有可能每一个人都那么属灵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灵的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灵的 这个叫做神的宗旨显现 这个就是神的宗旨显现 即使你全身里面 我的身体上面没有可能 所有地方都好伤 我的拳头那么有力 就好像我身上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 好像我的拳头那么有力 没有什么地方 比我的腿更有力 因为我每天都做运动 没可能每一个部分 都好像我的脚那么有力 但是全身的肢体都在一灵里面 但是全身体的肢体都在一灵里面 是吗 是吗 如果你打我这个 我没有 不可能不缓止你 其他的肢体不可能不缓止你 如果你打我一个部分 我其他的肢体 没有可能不还击 我所有的肢体都会保护这个肢体 我所有的肢体都会保护这个部份 如果我要一个肢体受伤 全身都会保护那个受伤的肢体 如果我有一个肢体受伤 我全身的肢体都会保护这个受伤的肢体 这个叫做一灵 这个叫做一灵 末后的时代 末后的世代 神要等候的就是神的宗旨现实 神要等候的就是神宗旨的显然 等候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这句说话的成就 等候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的经文的成就 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 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 求你叫他们合以为一 求你叫圣徒之家合以为一 求你叫圣徒之家合以为一 合以为一 一灵的 一灵的 合以 的合一 正如我与父合以为一 正如我与父合以为一 这个合一 是能力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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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在巴别塔 就算是在巴别塔 不相信神的人的身上 不相信神的人的身上 都那么有力量 都那么有力量 更何况在基督里面的一灵 更何况在基督里面的一灵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有些人没有很多的缺乏 有些人没有很多的缺乏 所以他们不会拼命地祷告 一个有重病的人会拼命地祷告 一个有重病的人会拼命地祷告 一个在困境贫穷的人会拼命地祷告 一个在贫穷困境的人当中 他会拼命地祷告 今天你告诉我们 但是今天你跟我们说 不是单单顾着自己的事 不是单单顾着自己的事 我们要进入这个一灵 我们要进入这个一灵 我们要把其他人所有的需要 当成为我们的需要 当成为自己的需要 我们是一同的 为我们的需要祷告 为我们的需要祷告 不是我一个人在祷告 而是众人一同地为这个事情祷告 而是众人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的事不是单单是我的事 我的事不是单单是我的事 也是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也不是单单是他们的事 众人的事也不是单单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 也都是我的事 求你帮助我们 求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达到这个祷告的高峰点 让我们达到这个土俩的高峰点 凡我们所求的 凡我们所求的 无论是什么 无论是什么 天上的福都必为我们成全 天上的福中必为我们成全 主啊 愿祝福你自己的话 主啊 愿祝福你自己的话 祝福你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 祝福主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要求祂祷告这封住 耶稣之地名祝 contrincal 祝福 свою祈祿 祝耶稣之地的祈求 神abi 神abi 阿们